好,我们看吴敦义现在一直没有办法从灵异事案当中全身而退 今天他再上火线捍卫自己的清白 前几天他说这小姨子阿娇不是白手套,没有管过他的账 但真是如此吗? 吴敦义办公室的幕僚今天私下透露 他说阿娇呢在1998年 那个时候吴敦义在参选高雄市长 的确有帮忙处理选举活动的支出 但是呢那是最后一次 之后呢就是立委办公室负责 而私账呢则是由夫人蔡令义管理 丢站上火线撇清小姨子阿娇真的不是大账房 但吴敦义说法一连两天似乎有落差 他是一个家庭主妇 都很怕媒体啦 他哪里像个账房 而且他在高雄 我做立委 我做行政院的工作 他怎么可能做账房呢 当然阿娇是我太太的妹妹会到总部去帮一点忙 那不帮忙那才怪 但是总部怎么会轮到他来当账房呢 选举的时候 亲人去参与去看看账 这很正常 有什么好惊吓的 吴敦义终于坦承15年前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阿娇常常在总部进出 但绝对没有插手选举经费 几个小时前吴敦义办公室幕僚也私下跟媒体透露 1998年阿娇的确帮忙吴敦义处理选举活动支出 但这是最后一次 之后公账由立委办公室负责 私账由夫人蔡令仪管理 但看看连日来吴敦义自清 像连续剧脸色也跟着一天一变 动怒转身掉头就走 但两天后却对着镜头慢慢解释五分钟 态度有落差 从生气变到板道要外界冷静 吴敦义口才一流 应对争议很有自己风格 三天新闻众合报道